大家好,我是风哥 今天风云风雨脸消微,刮刮新闻找真相 我们要继续关心高雄城中城大火之后 全台湾一千多栋围老建筑要怎么办 这些伴老建筑在你我身边 别以为他们不干你的事 一旦出事,他们就会像高雄城中城大楼一样 一把恶火烧向你我 我们先来看内政部的一个统计数字 按照内政部2021年9月的调查统计 全台湾六都的危险老旧建筑 总共有1564栋 其中台北市有560栋 新北市357栋 我的天啊,有这么多伪老建筑啊 双北的伪老建筑就占了全台湾一半以上 如果,我不是乌鸦嘴啊 如果假设在双北地方又发生像高雄城中楼这样子的大火 那双北地区可能到处都看得到 我们都知道老旧大楼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 现在不解决它会自动消灭吗 不会 它就会继续留在那里,继续让它烂 让它有一天被大火吞噬 而且恶火会烧向一般市民 更倒霉一点的会烧向你我或者你我的亲友 所以啊,蓝绿两个烂党核心 真的应该要撇开过去骗票的老招数了 你逃避躲避是没有用的啦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但是谁执政,谁就应该要认真地去面对它,处理它 要不然就会像高雄市的陈其迈市长一样 被城中城的一把恶火 把他刻意营造的暖男政治形象烧得片体鳞伤 这一集的风言风语,领消为,呱呱新闻找真相 就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老旧鬼楼 这个历史留下来的老问题吧 风哥我看起来很鲁顿,没错吧 我近一点让你看,看起来这个脸大大的 真的有一点鲁顿 我也确实是才疏学浅 但是记者干久了 我待在媒体业的时间也够长 我想监督政府和政客以及这些官僚 我知道这些政客和官僚他们很大,我好怕 但是他们是领我们纳税人的薪水,名义上叫做公仆 所以我还是想要监督他们 面对老旧围楼 我想提供一些老旧围楼重生活化的一点点浅见 也许风哥我只是抛砖 希望能够勾引出一些能人高士你们的意见 如果你们有想法,我很希望你们能够在影片底下留言 把你们宝贵的意见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借着风言风语刮刮新闻的频道 来共同监督我们的政府,看好我们的公仆 面对老旧围楼 我想这让我突然想起法古山的圣言法师了 阿弥陀佛 老和尚他曾经说过 人生一定会碰到种种的状况和困难 我们要用智慧去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然后放下他 请容风哥我再附送一次 面对他 处理他 放下他 我们面对内政部已经查核确定的 全台湾1700多件老旧维朽镜竹 主管单位内政部 就得接受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当然按照内政部长 姑婆玉部长他的讲法是 他还要派人继续去清查 我相信只要继续查 危险建物的树木还会越来越多 但是你身为公家人就要做公家事 摆着现在已经现身的1700多栋老旧围楼 你不先处理 你还要继续去挖新的坑来跳 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违背常理 违背处理事情的先后原则 你旧的要查 可以 但是已经摆在眼前的 就请先处理吧 遇到状况 不是应该 这不仅是做人处事的原则 更是领人们纳税前的公家人 你们处理公事的先后原则吧 这又让我想起 这个佛教的传世宝典 就像佛祖四尊 他为了要填饱肚子 他虽然是皇太子出身 但是他还是拿着饭碗 挨家挨户的 沿街去乞讨 起食啊 你政客官僚和公务员 是领人民的薪水 你就得跟佛祖一样 要每天沿街去起食 你不能只是抱怨 处理老旧房屋很困难 就借口怠惰 或者只会拼命开会 开会又开会 你已会养会 然后坐在会议室里面 吹冷气 耍嘴皮 装忙 瞎混 老旧危险大楼 我只想问你 老旧危险大楼 你打算怎么处理 丰哥我看的网络上 很多学者专家 他们一致的意见都是 要么就都市更新 打掉重建成国宅 或者社会住宅 要么就活化它 把闲置没有人住的楼层 强制征收 然后开放给社区团体 或者宗教团体 做公益使用 这简单来说 就是公权力要介入 没有人住 或者很少人住的鬼楼 让鬼楼被利用 让它活起来 鬼楼就不容易闹鬼 就不会莫名其妙的起火 要人性命了 都市更新 以及活化 这两项变革 我们都知道 起码我知道 都是有难度的 这里面难度最大的 就是修法和资金 风言风语 呱呱新闻 我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我们是要监督你官僚和政客 这两个困难 首先是法源不足 对吧 法源不足 你民进党团在立法院是多数党 只要你蔡晓英党主席 一声令下 民进党立委 举个手 通通举手 这个法案不就过了吗 你民进党一天到晚 喊着要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 那历史留下来的问题为楼 你行政院执政团队 赶快提案修法 立法院快快举手表决通过 只要你执政党勇敢地面对它 接受它 就能够快快地解决它 这个 至于资金欠缺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也是考验执政者的行政魄力 我不得不抱怨一下 蔡政府 你前瞻基础建设 盖高铁 盖轻轨 你都编了八千亿 八千亿的预算 你都编得出来 笑死人 你别骗了 千万别再费尽心思 去编一堆借口 要找借口 风哥 我现在就能够帮你找 我随便编一堆理由 就可以让你哭 让你哭得昏天黑地 靠腰 靠自己 官僚你不必开口 我来帮你编借口吧 你可以跟自家的媒体说 我说自家的媒体 台湾现在的媒体 能够独立的 能够客观的监督 我们政府的媒体 有几家 你掐指都可以算得出来 五根手指头都可以算出来 我们现在很多媒体 为了要拿政府的预算 都帮政府在说话 这个我们先不谈 之后我另外开一集节目 来单独讲 我们现在的国债 已经突破了五兆八千亿 不能够再负债去搞都根了 这是你最大最大的一个借口 你会说 如果我们在边预算 人民会更穷 你也可以说 哎呀 建商啊 建商我管不动 他一定会觉得 钱他赚的不够多 所以建商不会帮政府做都根了 你也还可以说 姑婆永了 我说 这个姑婆永他还可以讲啊 哎呀 这个 我们的住户啊 他一定会觉得 我们补偿金给的太少 他也不愿意搬家了 没有办法搞都根了 这些都是理由 但也全都是借口啊 我必须要说 这些理由和借口 用行政和立法的手段 都可以解决的 作为政府的管理人 和民意代表 如果您只会把这些老掉牙的理由当借口 你们真正不想去处理老掉牙的这些建筑 可能其中的理由 只有一项 那就是吃力不讨好 因为利益很难瞧 而且瞧不动 还得不到选票 你们会说 这很难 对不对 废话 如果这是一件审利讨巧 又有选票的事 那还轮得到你来当选民代吗 我风哥就选都可以选得上了 这还轮得到你民进党来执政吗 就是因为难做 才要换人做嘛 如果你因为吃力不讨好 就继续的做表面功夫 每天继续开会 开会 贴公告 开罚单 继续表面上来吸引故事 那旧大楼的卫报弹 随时都可能引爆 你们这样对得起选民吗 对得起掏钱养你们的纳税人吗 对得起佛教教我们的着衣持播 入社会大臣启时吗 启时哦 好吧 风哥其实我也知道了 现在搞政治的 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选票了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政客们真的不在乎了 刚才我说过了 要真正解决危险老旧建筑的方法 只有两个 拆掉它 都根 重建 或者活化它 重新利用 这两条解决的方案 听起来很容易 但谁都知道 我也知道 不简单 可是 如果事情很简单 那还需要你们政客和官僚吗 简单的事情 就留给风哥我这种 博撒小楼用的大叔就好了 你们有勇有谋的 嘴巴上永远喊着 冲冲冲的政客 就应该真的拿出执行的魄力 你们要拿出拼劲 傻劲 和闭南语说的拱大 你们就应该冲冲冲 不要顾及民粹的反对 勇敢强势的去处理 把全台湾一千多栋的老旧大楼 改建成社会住宅 你们敢吗 我很想这样子问蔡政府 蔡晓英总统的竞选支票 不是说 到了2024年 全台湾要盖20万户社区住宅吗 2021年底的现在 现在哦 全台湾连4万户都不到 20万户的选举支票 现在兑现的连五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眼看着蔡晓英的竞选支票 就要跳票了 你们这些底下的政客和官僚 不会替你们的老板娘着急吗 如果能活化这一些 被你们列作围楼的老旧建筑了 这些老旧建筑 如果把它改成 改成国宅 改成社会住宅 那台湾很多买不起房子的民众 包括这些年轻的选票 他一定会继续支持你 那你们2022年的地方选举 和2024年的总统大选 你们一定会继续当选 但是可是或者是亲爱的观众朋友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行政院那位匆匆匆和立法院那些地方角头会care吗 立法院那些政客和到立法院备寻的那些官僚 只要大火没烧到他们家 或者没烧到他们家的亲戚朋友 那就是把人家的孩子 把人家的孩子洗不掉 who cares 谁会鸟你 不是风格我有多高尚 而是我早就看穿了台湾政客 早就对政客心灰意冷 搞政治的政客 90%以上 嘴巴上都说自己清廉爱台湾 都是爱凶爱透 跟爱杂母 爱乡爱土爱杂母 但是骨子里面全都是 吃党吃体吃建户 吃铜吃铁吃政府 因为政客都是 这一群怕死爱钱爱面子的家伙 最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自己搞脏搞臭 我讲的 我负责 我刚刚讲 他们爱兄爱土爱杂母 吃党吃铜吃建户 一堆怕死爱籍爱民族的政客 这就是当下台湾政治圈的现实 也是事实 但 当然我们自己欺人一下吧 我们还是给政客官僚和公务员拍拍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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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许觉得 围老建筑是历史的烂摊子 但是你知道 政府存在的目的 不就是要替人民处理烂事吗 如果什么事情都好好的 那我们纳税人还交钱 养你们这些政客官僚干嘛 把人民的烂事处理好 那才是真正有理想的前瞻计划 讲到前瞻计划 丰哥我不得不对蔡政府 又要发一发牢骚了 小英政府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就好像只会花大钱去盖铁道工程 在鸟不生蛋的地方盖高铁啦 盖捷运啦 盖轻轨啦 只为了让财团和政客 去炒股票和地皮 这些前瞻计划的轨道工程 多半都盖在没有人的地方 人都没有了 这些高铁和捷运是要给 是要给 对不起啊 我才讲太快了 有点生气 这些 这些轨道是要给鬼做 这是越讲越生气 好 我不气了 要不然 我前面念过的阿弥陀佛 就白费了 好 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和收看 欢迎你把你的意见 留在影片底下 也欢迎你留言 关注和订阅 风言风语脸消为 光光新闻找真相 我们下回见 拜拜 好 好 谢谢 谢谢